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常常关心我们 我们也常常就有了解境况 然后彼此的 彼此有更深的了解 更深的了解 也让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管道 可以去束发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们也将我们用最正确的方式就是 对我们来讲我们用祷告 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挫折 失败或是喜怒哀乐都带到祷告当中 到现在才知道原来 也要我们是这一群之心 因为我们即使生命当中没有人 认同我们肯定我们 可是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地方 经过了一年的低潮 然后让我开始找寻过去的自己 找寻那开心 喜欢圆连结 爱表现 爱微笑的自己 我觉得每个礼拜日都是我 感觉是充电的一个日子 对好像我生活的很多状况 一到六累积到满之后 然后礼拜日又是一个 重新排泄的感觉 最后毕业了 然后就觉得 这一切真的不容易 对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可是我看见的是 我的成长是 我觉得我要越勇敢 从我会逃避问题 然后 开始面对我自己的问题 甚至 我会去依赖我的 报告的主缘 我开始 在这学期我开始变成主长 我变成一个引导 我才发现开始面对自己的问题 然后开始 不再看重那些 负面的批评 的时候 我发现我越来越开心 然后渐渐的 我觉得在 神的话语里面 有得到很多的安慰 甚至也给了我很多 勇气继续的承诺 最后我觉得 也就回想了这四年当中的 每一个阶段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 神都与我们不在 然后 也让我 持守坚持在 那个当下不舒服的时候 就是有一度我真的 就连这信仰我觉得 不需要有 因为我觉得 是 感觉是一种负担 然后 还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又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让我一直 对这里好像 好像离开了 好像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有一条线 一直拉着 拉着我 最后 真的感谢上帝 然后让我在这里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事 希望可以 鼓励 所有的人 在面对所有的 生活当中的 任何状况 让我们 让我们 就能够提一下 准备 然后 寻求我们上 接下来 我要带来一首 诗歌 有点太沉闷了 带来一首诗歌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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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